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的材料非常普通 6个塑料瓶一块塑料板再加上胶水和几根扎心带就行了 首先把塑料板割成圆形 塑料瓶懒要切断 准备工作就算是完成了 之后在圆形塑料板上切出6个塑料瓶直径大小的洞 把塑料瓶插进去粘好 然后就只要把塑料板固定在风扇的网罩上就行了 要注意的是瓶口要打开朝着我们自己所在的方向 经过实验就这个小装置 就能让风扇吹风的温度降低五六度 是不是非常神奇呢 其实老粉就会发现 这个装置和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一款生态空调非常像 这个空调是专门针对孟加拉印度等地区设计的 这些地区电力供应都不稳定 自然更别提吹空调和风扇了 考虑到这一点 有人就设计出了这个空调 它不用电直接放在窗口 利用室外的自然风就可以给室内降温了 不仅省钱环保还充分考虑了贫困地区的情况 不得不说设计师真的是太贴心了 而现在一到夏天 家里的空调都是整天整夜的开 可是这样很容易得空调币 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学学牛人给风扇降降温 尽量少用空调 视频元素来自ddlecturetech.com 由Maxonic创意公园翻译剪辑制作 感受最美的创意生活 请关注Maxonic创意公园